欢迎回来咱们继续上课 刚才咱们上节课课程主要和大家一起讨论了一个二节和三节的行列式 以及咱们的一个排列 还有N节的行列式的一个推广 那么为了进一步研究N节行列式的一个性质 我们先来讨论兑换以及它与排列的既有性的关系 在排列中将任意两个元素对调 其余的元素不动 这种做出新排列的手续咱们叫做对换 将相应的两个元素对换叫做相应对换 咱们看一下咱们具体的内容 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在排列中将任意两个元素对调 其个元素不动 这种做出新排列的手续咱们叫做对换 相应的两个元素对换叫做相应对换 那咱就举个例子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咱们就把调出墨迹 这样更清楚一点 比如说咱们就把咱们的A1 AL叫ABBBM 然后咱们它的相应的两个元素A和B咱们对换一下 换成了这样的一个形式 咱们就叫做一个相应的对换 那有了相应的对换之后 那你说这样的元素这样的对换 叫不叫相应对换 这就不叫相应对换是吧 因为是相应对换指的是将相应的两个元素对换 就叫相应对换 然后这里面的A和B是不相应的 咱们对换之后它就不是相应对换 咱们以后有很多性质是真的相应对换讲的 但对于不相应对换 咱们总是可以通过一些有限部的操作 把它变成相应对换 也就是说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成相应对换这种基础的问题 咱们备注说了 相应对换是对换的一个特殊形式 一般的对换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相应对换来实现 就比如说咱们刚才讲的这个 我说它不是相应对换 因为只有这个才是相应对换 而这个不是相应对换 那不是相应对换怎么办呢 咱们不是相应对换的话 咱们一般的对换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相应对换来实现 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对换 咱们这个对换的话 咱们就可以通过M次相应对换 一步步的把它实现 首先咱们就是怎么做呢 第一步的时候 咱们通过M次的运算 把B从这个位置 一步先跟BM换 再跟BM前一换 最后跟B一换 换到这个位置 经过了M次相应对换 是吧 然后我们再经过M加一次相应对换 把A从这个位置换到这来 为什么这要是M 这要是M加一 因为B换过来的时候 它不需要越过A 而A换出去的时候 它是不是除了我要越过B 一直到BM 还要越过一个B 所以就是M加上M加一次相应对换 咱们就能够做一个一般的对换 咱们可以把它 这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咱们可以把它 从AB换成BA 咱们也同样的可以通过 2M加一次的运算 把BA换成AB 对 说如果连续实施两次相同的对换 那么排列就还原了 相应对换也同样的 不管相应对换 还是不相应对换 就是一般对换 咱们也连续实施两次相同的对换 咱们这个排列就会还原 咱们来看一下 兑换与排列的机有性的一个关系 就是兑换 咱们先给这个定理 就是兑换改变排列的一个机有性 那咱们数学中一般都证明 就是怎么证明呢 咱们先考虑相应兑换的情形 就这么一个排列吧 就是从TA1一直排到TAL TA TB 然后TBE 一直到TBM 然后咱们这么一个排列 然后这么一个排列的话 那它的一个逆据数就是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这个的逆据数对吧 也就是说A1AL AB B1BM 这么一个的逆据数 然后咱们如果给它做一次相连对换 也就是说 把AB换成BA的话 那它的逆据数 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咱们不妨来看一下吧 看咱们就不妨来看一下 咱们新形成的这么一个序列 它的一个逆据数是什么样子呢 那就是说你看 对于A1一直到AL 它的逆据数不变啊 但是对于 AB和A这两项 它的逆据数是不是要发生一个改变啊 怎么的一个改变呢 就是原来如果A是比B要小的话 那原来的逆据数是不是 那我换过来就是B是不是要比A大了 也就是说A前面出现了一个比它大的数 那A的逆据数是不是势必要加1啊 然后B的逆据数不变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A小于B A大于B的话 那我换过来之后 这个的AB的逆据数是不是要 要怎么办 要减一个E对吧 它的逆据数也搞得是不变 所以不管怎么样 咱们只要做一个相应的兑换 不管怎么样 咱们只要给它做一个相应的兑换 然后它的所有的其他的元素 它逆据数都不变 而咱们兑换的这两个元素 不管是A小于B还是A大于B的数 逆据数势必都发生改变 当然咱们就不讨论 那个A和B相等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了 因为咱们在行列式的时候 是不存在A和B相等的 因为行列式的每一个因子 都是不同行不同列 它的元素将成绩得到的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 记录这个阶段 因此相邻对换 改变排列的旧有性 这就映照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定理 一个排列中任意两个元素对换 它也都改变它的旧有性 那既然相邻变换能改变 排列的旧有性 那么我们的一般变换 是不是相邻变换 是咱们通过2M加一次相邻对换 去实现的呀 对吧 那2M加一次相邻对换 是不是一个 2M加一是不是一个基数呀 我做基数次 机偶性的改变 那最终你机偶性是不是要改变 比如说因此一个排列中任意两个元素对换 排列的机偶性都改变 不仅仅是做相邻对换 做任意的对换 然后排列的机偶性都会改变 机排列变成标准排列的对换 咱们还有一个推论 就是刚才我想念的这个 机排列变成标准排列的对换次数 称为基数 偶排列变成标准排列的对换次数 我们为偶数 那由刚才咱们定理一 咱们知道一个排列中任意两个元素对换 排列改变机偶性 那咱们给你定理一 咱们就可以 推导出来 对换的次数就是排列机偶性的变化次数 而标准排列是偶排列 因此我们就可以推动 我们的结论是成立的 因为它的逆计数是一个零对吧 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排列的话 机排列它变成 因为咱们有定理一 定理一说 这一两个元素兑换排列都改变机偶性 对吧 那我们从机排列变成标准排列 标准排列它是一个偶排列 偶排列机排列变成偶排列 是不是要经过七数次的兑换呀 所以咱们这个阶段就成立了 然后偶排列变成偶排列的话 那经过偶数次的兑换是吧 所以它兑换次数就是一个偶数 咱们刚才讲过了两个数 就是兑换 然后它的机偶性的一个改变 我们还要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行业的时候 始终都是说 我行业式的我的每一项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这么一个标准的形式 对吧 就红色的这一部分的标准的形式 但是刚才讲 我们在询查行业式表来说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写成不标准的形式 比如写成这种形式 比如写成这种形式 那么这种形式的匿数怎么统计呢 我们这也不要着急 我们这也有另外一个就是定例吧 算是说的是 因为数的乘法是可以交换的 就是乘法符合交换率 所以N个元素相成的次序是可以任意的 那我每做一次交换 元素的行彪和列彪 所成的排列都同时做一次兑换 就是说我不仅行彪要做变换 我的列彪也同时要做机有性的改变 都做了改变 那负负得正 就是两个都改变了 那整体来说 这机有性是不是不变的呀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 也就是说 是兑换前行彪的逆据数为S 列彪的逆据数为T 经过一次兑换后 行彪的逆据数变为S表 列彪的逆据数变成T表 那兑换改变排 因为兑换改变排的机有性 所以S表件S是基数 T表件T是一个基数 所以咱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正文结论 S表件S加上T表件T是一个偶数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偶数是吧 那这个偶数说明了什么呀 于是就说明 S表加上T表与S加上T 它同时为基数或同时为偶数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这个表的意思就是说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我的行列是 它不是写成这种A1P1 A2P2 A1P1 这种标准的形式 我写成A 如果是A1P1 A2P2 A1P1 我在计算它的逆据数的时候 就是P1P2 P1的逆据数 对吧 但是如果没有写成这种标准的形式 我在计算 这一个因子 它的基偶性的时候 我是怎么办的呢 我就可以 分别计算它的行的逆据数 和它列的逆据数 然后加起来 它最后的逆据数 就是我们最终得到逆据数 而这个逆据数 是与我这个排列 那逆据数 就是跟P1P2 一直到P1 它的逆据数是相同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交换 这种任意两个元素的位置后 其行标排列 与列标排列的逆据数之和 机偶性是保持不变的 不仅经过一次变换是这样的 咱们经过多次变换之后 咱们这个机偶性 也是会保持不变的 那这个结论的指导意义是什么 指导意义就是说 我们的 我刚才不是 咱们在刚才不是给出了 一个N级行列 是它的一个标准的定义 就是说 之前给的定义是 D等于 先是一个全排列的类加 再是一个计算定义数 之后是A1P A2P AAPN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我这里啊 完全可以不用写成 A1P A2P A1P 这种标准的形式 完全可以变一下 就是 AP1 AP2 APN 这样的形式 我甚至可以变成这种形式 就是说 它的行和列都不遵循 我刚才 必须有一项 做一个标准排列的这种形式了 所以N级行列是 所以我们学习刚才那个定义 它的指导意义 就是说 我们的N级行列是 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定义方式 第一种就是咱们上一小节给出来的 第二种就是咱们的定义 第三种就是咱们定义三 给出来的这么一个结论 有了刚才的那个结论 咱们接着做一个判断 问题是这样的 是判断 A14 A23 A31 A42 A56 A65 以及后面这个 是否都是六级行列是中的像 那怎么第一个判断方法呢 首先咱们看一下 咱们做一个排查 咱看一下 是不是不同行不同列的因子相成啊 你看 这两个都是和对的 对吧 123456 123456 也就是说都是不同行不同列的 这六级没有在同一行同列的 对吧 这个也同样的是 没有在同一行同列的 那都在不同的行不同的列 咱判断是否是行六级行列是那么像 咱们主要是不是就看它的前面的符号 对不对啊 首先看第一个 看一下 431265 它的逆计数 是不是 是偶数 咱们算一下逆计数是个六对吧 所以咱们就可以知道 咱们的这一项啊 它就是六级行列是这么像 而咱们的下一个 咱们要看一下 它是不是六级行列是这么像 它的逆计数 因为你看 这个和咱们这一项数不一样 咱们这行标是123456 顺序排下来的 但是咱们这个就不是顺序排下来的 对吧 咱们需要分解计算它的行列和列表的逆计数 咱们就可以分解计算一下 最终得到的是5加上38 而8的话 那逆计数是一个偶数对吧 前面呢 咱们的一个符号应该是一个正号对吧 但是只要一个符号 所以它就不是六级行列是这么像 下面咱们给出另外一个问题 还就是用行列式的定义 计算咱们这个行列式的数值 那怎么计算呢 感觉有点 是不是有点类似啊 就类似咱们刚才讲的对角元素 对角行列式是吧 因为它很稀疏 只有部分的元素 很少一部分的元素是一个 是有 是非 是非零的对吧 那 你看 咱们是不是只有这么一行 再加这个元素非零啊 那 咱们的结论就很明显得到了 也就是说 它只有 只有 我还是调出来那个 这个吧 然后只有这个 再加上这个 它是非零的对吧 它是非零的 那我们只需要统计 这个就是 A1 N-1 对吧 这个就是 A2 N-2 是吧 然后这个就是 AN-1 这个就是 AN 那 我只需要统计 这每一项 它的逆数之和 对吧 然后也就是说 它的逆数T 那这个T应该怎么算呢 T 因为 1 咱们这个行的话 是1 2 N-1 N排得下来的 逆数是零 对吧 那我们只需要看 列的逆数 也就是说是 TN-1 N-2 一直到 21N 它的一个逆数 是不是 咱们 逆数最统得到的是 这个一个样子 对吧 也就是说 是 N-1 乘以 N-2 对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最后这个行列是 它最终的数值 是不是就取决于咱们这个N呀 然后最终的结果就是 -1 的 2 的 N-1 N-2 乘以 然后N的结成 咱们做一个小结 小结就是 咱们兑换这一部分 那个小结就是 兑换改变台阶的旧性 不仅是相邻对话 一般兑换 也改变台阶式的旧性 也改变咱们台阶的旧性 然后行列是 咱们通过引入 通过引入一个很绕很绕的经历 说的是 就是 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 N节的一个 一个排列 我之前都是1 我之前行都是1 2 3 这样顺着排下来的 变得只有P1 也就是说变得只有P1 P2 P 我这个 逆叙数 就是P1 P2的逆叙数 对吧 但是 如果变成一个 一般的形式的话 那 它的一个 逆叙数 是不是就是分别是 它的 行的逆叙数 加上它的列的逆叙数 然后它们是 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逆叙数和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 咱们的行列是 之前只有一种载道方式 咱们通过 因为咱们的很药的定理 也有了另外两种载道方式 那很药的定理 只是为了说明这两种载道方式 好 有了咱们排列的一个 这么一个基础 知识吧 然后 咱们就可以研究行列式的一些 基本的性质了 什么性质呢 咱们首先看行列式 行列式的第一个性质就是 行列式与它的转制行列式相等 那咱们还没有最好转制行列式呢 转制行列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假如说咱们最初的行列式 是这个样子的 弊等于这个样子的 那在转制啊 就是我把原来的行 换成列 你看行换成列 这个行也同样的换成列 就这样的 它的技法就是原来是D 然后现在就是DT 成为行列式D的一个转制行列式 咱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行列式咱们可以继承DET 比较ARG是吧 DET括号ARG 那它的转制的话 我就可以继承DT等于DET BIG 其中BIG是等于AGI的 然后它有一个性质说 行列式与它的转制行列式相当 即D等于DT 那咱们数学上的东西都是要证明的 对吧 咱们就简单看一下 是怎么证明的 咱们的证明很简单 证明就用到了一个行列式的 一个展开的计算公式 对吧 因为行列式DT 它的计算数值 是不是这样计算的呀 这就是一个定义是吧 咱们最初的那个定义 那因为咱们的BIG和AIG AGR是有关系的是吧 所以咱们就可以做一个等价的代换 把B1 P1 换成 A P1 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吧 每一项都做一个这样的换 每一项都换 每一项都换的话 那 咱们 是不是想想到咱们行列式的另外一种定义方式啊 就这种对吧 第二种 第二种定义方式 根据第二种定义方式的话 那这个 这个 是不是就是咱们的D啊 就是原本的行列式 所以咱们这个定义就很简单的证明完了哈 就是行列式与它的转积行列式相等 有了这个相等 咱们还可以移出另外一个 一句话 也就是说咱们的行列式的一个原则 就是行列式中 它的行与列就有相同的地位 行列式的性质 凡是对行成立的 对列也同样的是成立的 咱们刚才讲了行列式和它的转质 那么咱们讲行列式的另外一个性质 就是互换行列式的两行 或者两列 行列式变号 因为刚才说过了 行和列是有相同的地位的哈 所以咱们不仅可以互换两行 也可以互换两列 咱们首先在数值上给出一个一个结论吧 就是比如说我有这么一个行列式 175662 然后358 然后我互换它的两行 比如说我把第二行和第三行换一下 本来是负196 我互换了之后就变成了196 也就是说行列式 就是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互换了行列式的两行之后 它的 它是不是 整个行列式就要 符号就要发生改变 然后 然后根据这个咱们还有一个推论 就是说如果行列式有两行 或者两列完全相等 则此行列式为0 就是说什么呢 咱们证明的话就可以这样证 D如果等于负底的话 那D是不是肯定就等于0 就咱们数据上一个规律 行列式还另外有限制 限制三 就是说 行列式的每一行中的所有元素 都乘以同一个倍数k等于用数k乘以此行列式 这也是行列式的一个规律 假如说咱们的第二行乘以k 然后加并就相当于用k乘以此行列式 咱们最终的计算过程也是这样可以计算出来的 可以通过代入咱们三级行列式的一个展开式计算出来 这我就具体给大家看了 大家自己简单的看一下就能理解 就是无非就是把k代入进来 然后最后看一下就是等于k小推背的大D 对吧 有了咱们这个性质 就是说 限制三 行列式中的每一行所有的元素乘以同一个数k 等于用数k乘以此行列式 咱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推论 行列式的每一行中的所有元素 它的公因子都可以提到行列式的符号的外面 也就是说第二行提出公因子k 我就记作 我就可以这样提 然后把它的公因子提到整个行列式的外面 这有时候在我们的约检的时候 有时候是很有用的 这个是 另外一个限制就是说 限制四就是行列式中如果由两行元素乘比例 则此行列式为零 这个怎么来的呢 这是根据限制三来的 因为咱们的k是不是可以提上来 提到外面来对吧 提到外面来的话 咱们就根据咱们刚才在讲限制二的时候 咱们说 咱们得到一个推论 说如果行列式有两行完全相等 则此行列式等于零 两行完全相等 此行列式等于零 是不是咱们就可以推论出 限制四啊 行列式中如果由两行元素乘比例 则此行列式为零 限制五是说的 如果行列式某一行或者某一列的元素都是两个数之和 就是这样的形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 如果都是两个元素之和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别去展开 就这样的 就分别就这样去分开 这些行列式有性质 我们可以 我们在这个性质证明的时候 不太好证明的 但我们可以拿一个三级行列式为例去展开去试一下 那我们在用三级行列式的时候 首先就是我们先套咱们的一个计算三级行列式的这么一个 咱们一个这么一个公式对吧 公式的话展开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那因为它就是都有乘法和加法 乘法和加法是满足分配率的对吧 满足分配率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ARP和BRP分开对吧 那咱们同样逆着用咱们的行列式的性质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个行列式啊 也同样可以得到这个行列式对吧 咱们还有个性质六 说把行列式的每一行或者每一列的各个元素乘以同一个倍数 然后加到另一行对应的元素上去 整个行列式不变 这个 这个 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根据咱们前的性质推论出来呀 咱们根据性质五 咱们就可以把第一写成D加上一个K倍的 K倍的一个强烈式的一个形式 而咱们最后加了K倍的那个行列式是不是连行完全相同啊 所以就会零对吧 所以就有D等于第一 咱们刚才讲了那么多行列式的一些性质 然后接着咱们就要把咱们讲的这些性质 然后咱们应用一下 然后帮助咱们更好的理解 在应用之前我想先带领大家回顾一下 我刚才讲的性质 我刚才讲的应该是讲了有六条性质 这六条性质 刚刚接触的话 记忆起来还是挺费功夫的 咱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回顾一遍 之后咱们再讲应用 所以咱们从后往前吧 就不管顺序了 首先就是性质六 就是行列式的每一行 它的各个元素成同一个倍数 然后加到另一行 对应的元素上去 行列式不变 也就是说咱们对这个行列式来说 我们把这一列 它的各个元素乘以同一个倍数k 然后加到咱们这个第二列上 它整个行列式 它是不变的 然后性质五的话说的是 如果行列式的每一行 每一列都是两数之和 那我们这个行列式 我们就可以把它展开了 然后咱们在证明高级的时候 可能不太容易证明 咱们以三节为例 就可以根据三节行列式 它的一个定义 把咱们这个结论给推出来 定义四的话 说的是 如果有两行元素成比例 则此行列式为零 定义四就是根据定义三来的 定义三说的是 行列式的每一行所有元素都乘以同一个数k 等于用数k乘以此行列式 那我这个 是不是相当于 因为它的第四行每一行都有个k是吧 也相当于k乘以此行列式 那用k乘以这个行列式 是不是 嗯 是不是 咱们在根据咱们的性质二说的是 如果行列式中有两行完全相同 或者两列完全相同 则此行列式为零 是不是这就会零了 零的话 那后面就会零对吧 那咱们接着再看性质三 行列式的每一行所有元素都乘以同一个 对手k 等于用k乘以此行列式 还有看性质二 互换行列式的两行 行列式变号 那有了性质二 咱们还可以有个推论是吧 特别如果行列式中有两行完全相同 则此行列式为零 这是根据咱们数字 它的一个性质得到的 然后还有性质一 性质一说的是转制行列式 和它自身相等 对吧 行列式的转制等于这个行列式 这就是咱们的六条性质 我带大家回顾了一遍 回顾完了六条性质之后 咱们就开始用举例了 说计算行列式 咱们尝试的方法 就是 咱们要计算这么一行列式 你看是几节的 五节的对吧 咱们计算三级行列式都包括 三级行列式它是包括六项的对吧 三的阶层 五级行列式就是五的阶层 五的阶层号价后是六十对吧 五乘以四乘以三乘一二不行了 一百二是 五乘以四是二十乘以三乘一二 一百二一百二是行 那怎么算呀 所以咱们就可以利用行列式的一定性质 把行列式画成上三角或下三角行列式 然后方便咱们的计算 那咱们对于咱们这个行列式 对于咱们这个行列式的话 咱们是不是有一个性质六啊 说的是把行列式的每一行各个元素 乘以同一个数 然后加到另一行 会另外列上去 对于那元素上去 行列式不变对吧 那么对于例题一的话 咱们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一行 乘以一个系数三 加到第二行上去对吧 然后得到 然后第二行 那你看第一个第二个元素 这元素是不是就消掉了对吧 那消掉了之后 咱们接着来看 咱们接着 咱们根据第一行 消掉到第二行前面的几个元素 那根据第一行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通用 消掉第三行的元素啊 咱们对第一行 乘以一个负二 加到第三行上去 是不是得到这样的一个行列式 对吧 对于 第四行 行列式的第四行 咱们乘以一个负三 咱们加到这个行列上去 行列式上去 是不是也同样的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同样的咱们对于咱们的第五行 咱们给它加一个 乘以一个负四加上去 是不是也同样的可以消掉 你看 是不是就一下子感觉整洁了好多啊 就是这个行列式 咱们目标是要把这个行列式 五个行列式 化成一个上三个行列式 那你看咱们现在的话 是不是除了第一行的 然后其他的所有的列上 其他第一列上所有的这些 第一行的元素 是不是都变成了零了 咱们还可以用咱们同样的思路 把咱们其余的这些 通通都化成零 在化成零之前 咱们再看下一步 下一步的时候 这要是不是变成零了呀 变成零的话 那我不好用这个零 去消掉后面的这些 二和负二对吧 那怎么办呢 比方说咱们它有交换率 但是交换率 行列式交换任意两行的时候 根据 根据行列式交换 它的任意两行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一个负后出来呀 对吧 根据性质二的话 就是互换行列式的两行 行列式变号对吧 所以根据性质二 咱们互换二行 第二行和第四行的时候 整个行列式是变号的对吧 所以前面就有个负号出来了 那互换了第二行和第四行之后 整个行列式是不是得到这个样子的 那我想消掉第三行的二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把第二行的负二 然后加在第三行上 对吧 所以我你看 又一下子干净了不少 咱们 咱们的大业是不是快完成了 咱们接下来只需要把这个 这个消掉就可以了 对吧 那消掉这个的话 很简单 消掉这个的话 是不是第三行 咱们只需要在第四行上加上第三行 在第五行上加上负二倍的第三行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最终咱们得到这么一个设置 现在咱们的工作只需要一点点了 对吧 咱们只需剩下这个四没有消掉了 那怎么办呢 也同样的 在第五行上加上四倍的第四行 然后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得到了十二 所以 还没有得到十二呢 所以咱们就得到一个上三角行列式 对吧 这个上三角行列式的话 那咱只需要 咱们根据咱们上节课讲到的 那个定理 上三角行列式 它的最终的数值 是不是就是它主对甲上的元素 所以就是一乘以负二 乘以一乘以负一 乘以负六 然后比方前面咱们还有一个负号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十二 然后咱们接着讲的立一 立一的话主要就是根据行列式 咱们的六条性的做到一个约减 然后接着咱们讲的立二 立二的话就是计算N节的一个行列式 这个行列式 它的自身的规律性是不是也很强啊 对吧 它有什么 它有什么规律呢 你看 它的第二第三一直到第N列 然后如果我都给它加到第一列上 咱们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为什么有这种思考呢 因为咱们 最好的意思 咱们看着固执行品牌呢 其实很难摸到头脑 为什么咱们要把第二第三点 N列都加到第一列上去呢 是因为这样的 是因为你看 它的每一行是不是都是 一个A 剩下都是B啊 所以我如果都加到第一列上去 那第一列是不是就变成了 一个 都是相同的数值 对吧 都是相同的数值的话 那我前面是不是就可以可以提个 就是提一个公约数了 对吧 提一个公约数就是A 叫公倍数 提一个相同的就是 相同的因子吧 公因子 公因子的话那就是A 加上N减1倍的B 这个公因子 那对于这个行列式来说 对于这个行列式来说 那它所有的 第一列上所有元素都是1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第二列 第三列到第N列 都减去一个第一列 对吧 都减去第一列之后 那我就很简单得到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行列式 这么一个行列式是不是 也是一个上三条行列式的形式啊 所以最终咱们这个行列式 看见虽然复杂 但是它的规律性能强 它就是前面的系数 前面的公因子 再乘以它主对角上的元素 主对角线上的所有元素 对吧 咱们就要做另外一个习题 这个习题咱们这个行列式 规律性能强 很强 强在哪里呢 你看它很奇怪哈 这一块通通没有元素 这一块通通没有元素的话 那整个行列式 但是我整个计算起来 也是很复杂的呀 因为如果上三角的 数据就简单了很多啊 我就可以主对角线的元素 相乘就完事了 但是这个不行啊 这个它虽然这块没有元素 但是这块还是有元素的 所以整个行列式的数值不是一项 那这个怎么办呢 不要着急 咱们这有个结论 首先就是有个结论 就是说如果我另外两个行列是第一和第二 然后就分别是这二的第一和这二的第二的话 那整个这个大的行列式 它就等于 D 就等于第一乘以第二 完全就不关这个C的事 那这是怎么证明的呢 不要着急 咱们慢慢的证明 咱们证明的时候 思路也很简单 就是首先把咱们第一这行列式 它不本来不是上三角的吗 咱们把它画成一个三角号列式 咱们把它画成一个下三角的号列式 然后对于第二的话 咱们也可以通过咱们刚才学的六条性质 给它画成一个下三角的号列式 对吧 那可能同时有疑问了 变换的时候 我对第一和第二变换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这个C呢 答案是不会的 因为咱们可以 在计算第一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可以只变它前面几行啊 对吧 前面K行 在计算第二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可以只计算它的后面D N列对吧 所以咱们就可以在不动费的情况下 把第一和第二分别画成上三 两个下三角的号列式 对吧 那 画成了这样一个 咱们对于D的前K行做运算 做行运算 然后把它画成了下三角的 再对后面的N列做列运算 然后把它画成了下三角的 那我整个号列式 是不是转换一个下三角的号列式啊 转换下三角的号列式之后 那整个的行列式的数值 是不是就是最矫性的元素相乘啊 最矫性的元素 是不是就是P1一直成了PK 然后Q1一直成了QN 完全不关C的事对吧 所以咱们就咱们最终的这个结论 D就等于第一乘以第二 这就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结论啊 然后咱们学习了那么多的一个 那个性质 学习完了性质之后 咱们还练习了很多题目 咱们这就做一个小节 就是行列式 它有六种性质 行列式包括六种性质 然后这六种性质 分别是行列式 它的一个 行列式与它的转质相同 行列式互换 行列式任意两行两列 行列式变号 还有中国性质 咱们还有一个推论 就是如果行列式有两行分别相同 则是行列式等于零 限制三说的是 行列式的每一行中的 所有的元素都乘以同一个数K 等于用数K乘以此行列式 限制四说的是 行列式中如果有两行元素乘比例 则是行列式等于零 限制五说的是 行列式中的每一行元素都是两个元素聚合 那这样的话 我可以就整个把这个行列式拆平开 然后证明的话 咱们就可以通过三件行列式 然后它的一个定义去证明 用数最广的就是限制六 限制六说的是 把行列式的每一行和每一列 它的各元素乘以同一个数 然后加到另一个行列式上去 行列式不变 通过限制六的话 咱们在计算一个 结束很高的行列式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先画成一个简单的一个下三角或者上三角行列式 主要就是上三角行列式 然后通过计算这个三角行列式的数值 计算 从而计算整个行列式的数值 另外我需要注意的两点就是 我再强调两点就是 咱们这写的两点就是 行列式中的行和列具有同等的地位 凡是对行成立的性质 对于列也同样是成立的 然后另外一个性质就是 计算行列式常用的方法 就是 第一种就是利用定义 利用定义的话 对于一些特殊的行列式比如说二节三节一节行列式 或者是对于上三角或者下三角或者是对角行列式 它是好用的 但是对于高节的又不是对角行列式 或者是上三角行列式就不好用了 然后咱们对于高节的这种行列式不好用的 咱们就可以利用性质 把行列式划成上三角行列式 从计算它的一个数值 现在就是第六部分 第六部分我看一下时间 感觉咱们这一节课是不是讲不完了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时间 第六部分 咱们就先把第六部分讲完 第六部分讲完 咱们这节课再结束 行列式按行按列展开 因为行列式它的对角线法则只适用于二节或三节行列式 然后我们本节主要考虑的是 如果用第一节行列式来表达刚节行列式 然后此时咱们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带出鱼嘴式 那么咱们先看一下咱们怎么做 就是说咱们现在通过先通过简单的行列式引入 就是咱们有了一个三节的行列式 三节的行列式是不是这样去计算的对吧 那有了这三节的行列式 我是不是可以把红的黑的还有蓝的 这三项都给它合并合并对吧 先不用管怎么合并的 为什么这么想咱们就先给它合并一下 合并一下咱们就发现规律了 你看括号里面的这些是不是它就是二节的行列式呀 对吧 然后这个也是个二节的行列式 这个也是个二节的行列式 那打你出来了 那我这个三节的行列式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二节行列式相乘 相运算的一个形式 首先是A11 然后跟这个二节行列式相乘 然后接着是A12和这个剩下的 去掉A12这个行列式相乘 接着就是A13和剩下的这个行列式相乘 咱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三节行列式可以用二节行列式表示 那么我们问题来了 就是说任意一个行列式是否都可以用较低节的行列式来表示 答案给你肯定的 对吧 所以咱们就有了咱们后面这个形式化的定义 就是N节行列式中把元素AID所在的第二行和第一阶列 咱们化开后留下的第N-1节行列式 叫做这个元素AID的带出鱼子式 咱们就记为MID 然后 叫做鱼子式 带出鱼子式的话 MID叫做鱼子式 那带出鱼子式的话 咱们除了有鱼子式的话 咱们还要需要一个正负号 正负号是怎么得的呢 就是通过咱们这个 比如说 21吧 A21吧 那它的带出鱼子式 它前的符号就是 它的A的行 加上A的列 对吧 就是2加3 然后咱们做1的三次密 是不是就是-1啊 对吧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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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它的带出鱼子式 就是不是就是-的MID 然后同样的M23 它的一个带出鱼子式 是不是也同样是-的啊 因为2加3是一个基数 -1倍的一个基数 得到人万人负号 对吧 这个带出鱼子式 咱们还得了一个结论 因为行标和列标 可唯一标识 行列式的一个元素 所以行列式的每一个元素 都分别对应着一个鱼子式 和一个带出鱼子式 就是 每个元素 它都有一个带出鱼子式 那咱们有了咱们鱼子式 和带出鱼子式的这么一个 一个定义的话 那么咱们就有一个仪礼 说 一个N级行列式 如果其中 第二行所有的元素 除以AIG外都为0 那么 这个行列式等于AIG 与它的带出鱼子式成绩 即D就等于AIG 这是对一个特殊的情况 假如说这个A33 这第三行除了这个A33之外 全都是0的话 那整个代入 整个行列式的话 就等于A33 乘以它的带出鱼子式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毕竟很少有一个行列式 咱先说一下 通过这个引力的话 我就可以把一个四角的画成三角了 是吧 接触性不降低 但是你需要说我们的一点 就是 咱们的行列是 某一行或某一列 只有一个元素为 非0 其余全为0 这毕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那对于 更一般的情况下 咱们有没有一些结论呢 这是咱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 咱们先证明一下 咱们刚才 咱们刚才这个引力吧 怎么证明呢 假如对于这么一个行列式的话 那 对于这么一个行列式的话 我们根据我刚才那个引力的话 那整个行列式就是等于 A11乘以它的代入鱼子式 代入鱼子式就是 负一倍的 一加一是吧 也就是二 也就是说这就不用写了 对吧 反正是欧数 然后 这是 这是它的根据我的命 刚才引力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 就是我们说 一个行列式 它的每一行 或者每一列 除了一个元素之外 其余权为零 这毕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那我们 对于 对于一个 更一般的一个行列式 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更一般的行列式 咱们 后面咱们也会有另外一个定理 去给付它 更一般的行列 就是定理三 然后会讲到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四节行列式为例 就是说 能否以 这个咱们就不讲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也没有什么意义 咱们就不用再讲了 就是说 记住就是 记住一点就是 不能以 二 一 和二 三 代替上述 两次变换 也就是说 因为咱们刚才讲行列式的性质的时候 咱们不是讲了一个 性质 二对吧 性质二说的是 互换行列式的两行 行列式变号对吧 那这要问的是 能否以 我互换 第一行和第三行 代替 先换第一行 再换 先第二行和第三行交换 再 第一行和第二行交换 这样的一个预算 答案是否定的 不能这样做 一换 这是咱们的一个证明的一个过程 不看这个过程了 而这就是我刚才想给大家讲的 就是 行列式的话 咱们 并不是每个行列式都那么特殊的 对于一些不特殊的行列式 咱们能否用咱们的代替鱼子式 计算出他的 给他做一个展开的 答案也是肯定的 行列式等于他的 任一行的各元素 以及对应的代替鱼子式成绩之和 就这样的 进入就可以了 然后 那 这个的话怎么证明呢 证明的过程也特别特别的简单 怎么办呢 咱们 之前不是讲过一个行列式 我可以给他 咱们在讲行列式的兴趣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说过 兴趣武说 如果行列式的某一行的元素都是 两树之和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行列式 用拆分是吧 那对于 咱们这个电影的证明的时候 咱们也可以把他的第一行 咱们 给他做一个勾造 勾造的目的就是 我给他做拆分 拆分的话 那 拆分的这个行列式 我们可以看到 他除了 他的第一行 除了一个元素非零之外 其余全是零是吧 其余全是零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 可以用咱们 咱们的代数鱼子系的引力了 是吧 咱们从而就证明了 咱们的这个性质 定理三对吧 那根据了定理三之后 我们 我们一起来计算一个 呃 就是说 咱们用咱们的定理三 计算一个 四解的 更一般的一个行列 是吧 然后咱们之前 是不是 我要把这个行列式 换成一个上三角的行列式 是吧 也就是说 我要把负五 二 一 零 负五 三 这些元素 全 全部 这六个元素 全部都给它变成零 然后再算是吧 那现在咱们就不用这么复杂了 咱们只需要把 使用一行 或者使用一列 所有的元素 除一个之外 都变成零 就可以了 那咱们去观察一下 咱们发现 这个行列式 它的第三行性的不错 因为这有个一 这有个负一 这有个二 那我就可以 在第四列 然后我给它 加上第三列 在第一列的时候 我就可以给它 加上负二倍的第三列 所以咱们就得到了 这么一个行列式 对吧 得到这么行列式之后 咱们就可以用咱们 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定理 就是说 行列式的代数鱼子式的定理 然后咱们就算出来了 就等于一 乘以它的代数鱼子式 它的代数鱼子式的话 就是把这一行 这列去掉整个行列式 再乘以 负一倍的 三大三次米 对吧 然后得到了 这么一个行列式 对吧 这么一个行列式的话 那咱们把它的第二行 和第三行 然后咱们给它 加一下 是不是 加一下之后 咱就发现 又可以用咱们的代数鱼子式了 是吧 咱们就可以这样 对吧 然后就是负一的 一加三次米 然后就这样的 对吧 最终咱们整个行列式 求出来的结果 就是 其实完全在这一步 就可以算了 就是负六乘以负五 三十 然后再加上 二乘以五 就得到四十 这就是咱们整个行列式的一个计算过程 最后在这一块 咱们还要再讲一个定义 叫范德蒙定义 范德蒙是一种另外一种行列式 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行列式 这种行列式注意一下 它的第一行 全为一 而第二行 X1 X2 一直到XN 咱们如果从列看的话 它的每列是不是都是一个等比 等比说数列 对吧 然后公比就是X1 然后对第二列的话公比就是X2 对于第三列的话公比就是XN 然后对于这么一个范德蒙行列式 它的一个行列式的数据就是这样的 这个结论的话咱们记住就可以了 然后至于怎么证明的话 咱们就可以用咱们数学规难法去证明 数学规难法是不是先从一个最简单的 比如说一等一这么开始证明 对吧 然后不断的往后推 那咱们就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二项的行列式 咱们推出来 二项的行列式咱先验证一下 在二项行列式上它满不满足 因为对于二项的行列式的话 它就是主对角减次对角 然后就是X2减去M1是吧 然后它是符合咱们这个范德蒙行列式的 那我们用数学规难法 当N等于2的时候是成立的 那当假设当N等于N减1的时候 犯那么好列式成立 那从DN行开始后行减去前行的S1倍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咱们的代入与子式 然后让它出现这种形式 就是出现其中某一号 只有一个非力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咱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咱们怎么做呢 咱们就把整个行列式 就是后一行都减去前一行的X1倍 也就是说咱们第二行 看咱们新的原始的范德蒙行列式 咱们第二行 然后第二行的话 咱们就要减去第一行的S1倍 也就是说X减去X S1减去S1就是0对吧 X2减去S1就到XN减去S1对吧 然后对于第二行 对于D 你看这就出现一个第二行的0对吧 对于第三行的话 咱们也同样的做同样的操作 也会出现一个0 对于最后一行的话 也同样的操作 也会出现一个0 但是我刚才需要注意点 我刚才给大家分析的时候 是从第二行开始的 大概11算的时候 是从最后一行开始往前面推的 所以按照 按照第一列 咱们给它展开 然后每列咱们都提取出一个公因子 就是这个东西 提取出来的这个东西之后 你看 是不是每一列咱们都可以提取出这么一个公因子 对吧 那所有的公因子咱们就再乘起来 对吧 乘起来 然后 再乘一个N-1节的行列式 因为咱们刚才假定了数学归纳法 咱们假定了N-1节的行列式是成立的 那么 所以N-1节的行列式就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泛能部行列式的形式 对吧 那咱们现在是N-1节的行列式 咱们再把咱们之前的这一部分 叫公因子 并到N-1节的行列式上 是不是 正好就可以从这个推论出的这个 对吧 因为正好是 因为在这 这些大于等于2的 所有的这些项都没有减到 G等于1 是吧 而这些 咱们这些每一个都是 G等于1的形式 所以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咱们就证明了 泛能部行列式它的一个有效性 咱们在带入鱼子式这一块 还有另外一个性 就是这个推论 就是行列式任一行 或者任一列的元素 与另一行 或者另一列的对应元素 带入鱼子式成绩之和 都等于零 这个是通过哪里来的呢 这个其实就是 咱们刚才讲的 那个行列式的一个性质过来的 我看一下性质起 我想一下应该是性质 应该是性质二的一个推论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 反过去 就是 假如说 咱们这是一个咱们的一个行列式法 它的代数鱼子式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A1 A12 A13全都换成A21 A2 A23 那么我们实际来算的这个行列式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的行列式的一个数值 对吧 而对于这个新的行列式来说 咱们看一下它第一行和第二行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呀 那根据咱们这件行列式的性质二 就是说 行列式如果 它有 行列式如果有两行两两 已经相同 则是行列式为零 对吧 所以就算出来咱们这个行列式为零 这是一个推论和它的证明 这个就是一个总结 没有什么 那咱们刚才讲了咱们代数鱼子式 咱们接着再算一个题吧 就是这么一个例题 这么一个例题 然后咱们应该怎么算呢 咱们是不是可以用咱们的代数鱼子式就计算了 对吧 那怎么算呢 咱们可以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咱们这个行列式 它有哪一行 或者哪一列 只有一个非力元素 那是不是只有这一行 是吧 这一行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计算这个A2 A25的一个代数鱼子 是吧 是吧 就是前面先乘个2 然后再负一倍的2加5次米 然后再剩下的一个元素 剩下的一个行列式 对吧 然后写成了这个样子 那说明咱们又可以看这一行了 这一行仍然可以写成带出鱼子式的形式 写成了之后 咱们进一步写成了这样的 变成了一个三级的行列式 是吧 三级的行列式 这就不容易写了 没有正好存在一个非力 某一行和某一列 只有一个非力元素 那没有办 没有关系 咱们也可以根据咱们刚才的性质6 今天给它消是吧 第二行 让它减去一个2倍的第一行 第三行让它加上一个第二行 对吧 然后最终咱们求败了这个档案 很简单对吧 另外一个问题 说有这么一个行列式 行列式的DIG元的鱼子式和带出鱼子式 依次记作MIG和AIG 就是这样的 咱们鱼子式和带出鱼子式的基法 对吧 然后这样计算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看到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咱们是不是 咱们是不是可以有想法 因为咱们的想法就是 我这个是不是 可以给它 硬写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咱们给你定理三 咱们也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是吧 那咱们是不是就构造了一个新的 一个行列式对吧 只是这个新的行列式A1 A12 A13 A14 全部都是以 都是未知的 对吧 全部都未知的话 这个可以知道的 咱们就可以把A1 A12 A13 A14 全部给它划成1 对吧 全部换成1 然后换成1的话 那咱们有了一个新的行列式 这个新的行列式的话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咱们的性质6 给它做一个约简什么的 然后 还有咱们带出鱼子式这些性质 计算是它的数值 首先咱们就可以根据带出鱼子式 然后把一个4节的换成一个3节的 对吧 有了这个3节的行列式之后 咱们还可以通过 通过第二行和第三行咱们相加 然后把第三行这个链给约掉 然后又换成一个新的 可以用带出鱼子式 然后这是一个二节的行列式 二节的行列式就是2乘以2 然后减去一个 负5乘以0 然后做到二节的4 就咱们最后的结果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这个问题的第一步 就是一个带出鱼子式 它相加的形式 而这个就是一个鱼子式是吧 带出鱼子式和鱼子式 它们之间的差值 是不是就是一个 负1的多少次密对吧 那我这个 既然带出鱼子式可以算了 那这个鱼子式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转换成 带出鱼子式 那A1就是A1对吧 A2它就是 负的A2E对吧 因为 因为M2E和A2E之间 差了一个 负1的三次密对吧 然后这个 那就是 加上一个A3E对吧 那这个 它跟A4E之间 是不是差一个负号 所以 咱们是不是 利用咱们这一步 同样的思路 咱们可以勾到出 一个新的 一个行列式 而这个新的行列式 是不是就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就是咱们出来的 系统的这一行 因为它都是 一列的 所以就这样的 这样的话 那 咱们首先可以通过 第四行和第三行 它俩之间的 它俩之间的一个运算 先化解一下 这个行列式 是吧 因为咱们观察到 对于这个行列式 来说的话 你看它的第二 第四行和第三行 是不是很容易 去约掉 我只需要在第四行 加上第三行 我一下的元素 约掉了好几个 是吧 接着用代数 鱼子式的性质 然后 负一 前面乘上一个 负一的四 加上二次米 也就是六次米 然后 再加上剩下的 这个 鱼子式 对吧 然后 现在有了这个之后 有了这个三节的 行列式之后 还是不太好算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 进一步给它约减 然后把这个三节 进一步给它 化成一个二节的 化成二节的 再好 是不是就容易算很多了 化成二节的之后 就是 一 乘以 负一的 三 加上 二次米 对吧 五次米 然后 剩下的就是 对比较元素 相减是吧 五 减去五 就是零 我看一下时间 咱们这一个 这一堂合的时间 好像挺长的了 然后咱们 行列式这块 今天上午先讲了这 然后下午的时候 咱们接着把 克拉莫法则讲了 克拉莫法则讲完之后 咱们接着往下讲 举证 进行印象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许